那你说说看 妈妈哪里突出了 你腰键盘突出 你啥意思啊 这儿子啥都敢说 好好 你觉得咱们家谁最有本事 当然是你了 没想到你还这么有眼光 妈妈也觉得自己有本事 那你说说看 她哪里有本事 虽然你腿有点粗 长得一般 但是你找了一个优秀的老公 你爸哪里优秀了 还送了我一个那么聪明的翱子 那你的意思 妈妈除了丑就没有一点优点了 我可没说 妈妈也知道 自己其实长得一般 但是妈妈有一方面还是挺突出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知道 你知道 那你说说看 妈妈哪里突出了 你腰键盘突出 你啥意思啊 你啥意思 站好站在这里不许动 你刚刚不是好得瑟的吗 好厉害啊 你刚刚说了啥 我刚刚没说啥 还没说啥 说妈妈长得丑就算了 还说我腰间盘突出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知道哪里错了吗 不知道 还不知道 那你站在这里不许动啊 等会你爸爸就回来了 等爸爸回来 你敢让我在这做吗 我有啥不敢的 你做错了还不让你罚站 你就在这里等你爸爸回来啊 不许动啊 十分钟后 太阳你回来啦 哎好好你怎么又站在这里 又做错什么事了 在这里罚站 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那妈妈太聪了 动不动就让我罚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 你刚刚做了什么措施 到现在还不成人是吧 哎老婆他又做什么事情啊 你老子干了啥 我刚刚问他 咱们家谁最有本事 他居然说我长得丑 腿还粗 居然长得这么优秀的老公 还说得这么聪明的儿子啊 啥意思啊 儿子这话不能说的啊 你说话不能这么直接 要婉转一点 你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过来 你给我过来 我说清楚什么意思啊 没啥意思啊 没啥意思啊 那你意思就是我长得丑了呗 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当初为什么娶我 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 才娶我的吗 这你也太自恋了吧 你话里有话啊 没有啊 就是你要听真话吗 那你说 就是因为你财里便宜 我才娶你的 你啥意思给我过来 你别逃别逃 给我回来 给我讲清楚 怎么了 咱家谁最有本事 你呀 你当初娶我是为什么 因为你好看 哎呦什么 给我记住这句话啊